诸葛亮在大营中苦苦等候着粮草到来 而李延之子李锋正是此次负责押运蜀中粮草的粮官 李锋并不是故意演戚 而是蜀中道路难走 前一阵子又下了一场大雨 将剑阁占道的十几里山路全部撑毁 他们既没有携带开山工具 人数又不多 没办法移开碎石 因此才延误期限 李锋也知军情如火 他担心诸葛亮的大军陷入断粮危机 决定改走剑阁小道 但剑阁小道崎岖艰险 粮车根本无法通行 李锋当机立断 命令士兵舍弃粮车 全部改用人工搬运粮草 将士们坚扛手提 历经千辛万苦 在牺牲八个人后 终于将五千代粮草运到前线 但北伐大军足有几十万人 区区五千代粮草 无异于杯水车薪 根本不够大军开销 诸葛亮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 他本想派遣军中将士帮忙搬运粮草 可剑阁山道只有一尺多宽 根本容不下太多人 人多于事无补 反而会增加危险 只能派一少部分人来回搬运 李锋早已算过 就算日夜不休拼命搬运 一天也只能运回千余带粮食 还是远远不够大军开销 参军扬移眼看形势危急 建议诸葛亮暂时撤回汉中 否则等粮草耗尽时 几十万大军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可诸葛亮心有不甘 他深知大军每出一次骑山 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每次都要耗费无数钱粮 而这些钱粮的背后 都是属中百姓的血汗积累 大军既出骑山就不能轻易返回 众人正在忧愁之际 诸葛亮却灵光一闪 直言自己有办法了 他转身在桌子上一通翻找 找出一份图纸交给杨仪 上面画的是一个 像牛下马又像车的东西 杨仪看后大吃一惊 尽管他阅历丰富却也无法认出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诸葛亮出言为其解释 这个东西叫牧牛流马 专门用来在崎岖山路上运送货物 这是他25年前 在沃龙岗时偶然设计出来的 本以为在中原地区打仗用不到 没想到今日被剑阁小道阻挡 牧牛流马刚好派上用场 杨仪一听大喜过望 立刻拿着图纸找军中工匠 先打造出300架牧牛流马 来运送粮草 以解燃眉之急 再出司马懿这边 司马昭派出少奇打探消息 得知剑阁战道被大禹冲回 蜀军只能人工运粮后 急忙将消息禀告司马懿 同时他还探出诸葛亮将搬回来的粮食 先存放在山外的巨马寨中 然后再将粮草 转运到骑山大营 司马懿一听心中大喜 立刻拨给司马昭五千兵马 让他埋伏在巨马寨周围 等蜀军运粮之时 突然杀出放火烧掉巨马寨 他要让诸葛亮彻底断粮 司马昭领命刚要离去 却突然想起一事 他担心这是诸葛亮的诱敌之计 故意毁掉剑阁战道 就是想引诱他们出兵 司马懿听后不以为意 他表示司马昭的想法不错 但并不正确 司马懿知道剑阁战道 对蜀军的重要性 如果诸葛亮真的敢用粮道来诱敌 那么即使打败了卫军 他们也要活活饿死 司马昭一听再无疑问 带领士兵赶往巨马寨 司马昭带着孙李埋伏在巨马寨周围 看到蜀军粮车出现 刚想一拥而上截杀蜀军 司马昭却发现一丝不对之处 蜀军推着一辆他从未见过的粮车 此车飞驴飞马 飞车飞船 蜀军三人一队推着粮车 行走间甚为方便 司马昭心中起疑 不敢轻举妄斗 沉思片刻后将五千士兵分成两队 太孙李带一败人马去冲杀蜀军 自己率另一队人马在后方支援 孙李奉命离去 蜀军正在山道间运粮 眼看山上出现大谷卫军 蜀军不敢交战 吓得扔下牧牛流马转头就跑 孙李也不追杀 让人将牧牛流马全部送回大营 交给司马懿查看 司马懿也是第一次见牧牛流马 将牧牛流马仔仔细细观察一遍 还亲自上手试了试 他发现牧牛流马的构造非常高明 此物虽然看起来很沉重 但推起来却非常轻松 里面似乎有一种神奇的推动力 而且一个牧牛流马能运送许多粮食 这就使得运粮效率大大提升 司马懿心中欢喜 立刻吩咐军中工匠让他们尽快熟悉 牧牛流马的结构 然后大量制造此物 他也要用牧牛流马运送粮草 此时的司马懿却不知道 他的这一举动又掉入了诸葛亮的圈套当中 李峰待人日夜不休地在剑阁小道转运粮草 可仍然不够大军开销 眼看北伐大军只剩下三日之粮 诸葛亮心急如焚 此时有探子禀告诸葛亮 长安大仓刚刚给司马懿的龙溪大营 发运了三十万代粮食 司马懿正是用牧牛流马来运粮 诸葛亮心中感叹天部王鼠 立刻招来大将王平 拨给他一千人马 让他去截取司马懿的粮草 王平一听呆力当场 他知道司马懿老谋深算 对粮草必定是严加防范 自己只带区区一千兵马 如何截得回粮草 只怕是有去无回 诸葛亮也知王平心思 走到他耳边密语几句 王平瞬间转忧为喜 领命离去 王平本是卫将 对卫军情形非常熟悉 他带着一千蜀军 全部换上卫军服饰 悄悄躲过司马懿的大军 在龙山大道上 拦住司马懿的粮草队伍 谎称自己是司马懿仗下亲兵 奉命前来巡查粮草 检查一下他们是否已自称好 粮草官信以为真 王平一声令下 蜀军全部跑到牧牛流马旁边 按照王平的吩咐 对每台牧牛流马都拍拍打打 做了一点小手脚 卫军毫无察觉 检查完毕之后 王平率领属军离开 卫军粮官重新出发 但奇怪的是 刚刚还运转正常的牧牛流马 此时却死活无法移动 卫军将士使出了吃奶力气 都没办法推动牧牛流马 牧牛流马构造复杂 他们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正在卫军束手无策之际 王平率领兵马从旁边树林杀出 卫军眼看梁车无法动弹 旁边树林又遍布蜀军旗帜 于是直接逃回龙溪大营球员 而王平赶走卫军后 命令手下扳转牛舌 只见刚刚还无法移动的牧牛流马 眨眼间又变得行动如常 王平让手下推着梁车 走小路火速赶回骑山大营 等司马懿得知消息 匆匆率兵赶来时 原地早已空空如也 三十万代梁草不翼而飞 司马懿怒火攻心 当场斩杀两官 直到此时 司马懿才明白过来 诸葛亮先前是故意送给他牧牛流马 在他运送梁草时 再设计夺回 如此一来 司马懿丢失梁草是小事 真正让他担忧的是 诸葛亮本以梁禁 只能退军 截回这三十万代梁草后 诸葛亮满血复活 再无后顾之忧 纵然 司马懿狡诈如狐 诸葛亮仍是技高一筹 司马懿不得不服 只能暗自认栽